馬英九 最近居然說他希望兩岸關係可以回到10年前 所以意思是說馬英九希望可以在台灣看到中共國的公安嗎? 以後你在台灣可能會看到大陸公安喔 大陸公安駐點在台灣時間就在明年的春天 根據頻率媒體今天的報導說 兩岸打擊犯罪有新的突破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他希望讓台灣人再次經歷22K的加班地獄嗎? 所以馬英九的意思也是說要把國家機密繼續洩漏給中共嗎? 繼續創水國軍不讓台灣拿到最先進的武器 同時也讓一大堆中國間諜進到台灣嗎? 大家別忘了最近台灣的健保洩漏各自 也是那個從馬英九時期在健保局裡面做的那個人喔 也是因為馬英九時期開放了小三通 也讓中共國的各式各樣的政府官員有事沒事都到台灣密集接觸 把編譯鎖短成4個月的也是馬英九 讓台灣的士兵完全沒有辦法培訓啊 當然他可能也想要跟那個洗包子 就是國際上沒有人喜歡的巨嬰握手了 換句話說台灣滅果就是馬英九的希望了